5月11日,玛雅叔老公在微博发长文,分享了自己与老婆的相爱过程, 应发文表示,我和鸭鸭是从香港飞往北京的国泰航空的飞机上认识的,航班号是CX312。 说实话,我们第一次的相遇经历对我来说太难忘了,以至于我到今天都保留着那张登机牌, 就在我们相遇后的第二天,我在日记里记下了我们第一次是如何相遇的。 在玛雅叔老公的常文里,她还提到,在飞机上,我的视线第一次注意到了鸭鸭,那一刻我就爱上了她。 近日,某亲子节目中,玛雅叔与老公还有女儿阿迪雅决定大玩真心话大冒险,真心话尺度大到惊人。 13岁的妓女毛着胆子问起当年玛雅叔和前夫的一段婚姻, 这个隐藏在这个家庭敏感化敌,也随着妓女炙热目光追寻, 让玛雅叔犹豫过后敞开心肺聊起来,还不忘表白老公,可以为了你去死。 好奇宝宝阿迪雅还耐人寻味地问玛雅叔, 你和我爸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?是我爸妈关系不好的时候吗? 问题的尺度大到让罗伯特很是尴尬, 不知道玛雅叔、罗伯特还会有什么方法机智应对?